在IMDJ帥哥美女DJ操盘动感音乐下 戴着发光潮帽 拿着光棒的基隆市长谢国良 天使造型的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新 和市议员张耿辉以及郭美秀 以及身心障碍朋友和照顾者们 一起在台上热舞忘情摇摆 全力释放自己 12月3号是国际身心障碍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特别在基隆长龙彭源会馆 为身心障碍朋友以及照顾者举办一场 别开生面不同以往的舞动不凡声障派对 将三楼宴会厅变成一个大舞池 在这里面只有开心跳舞的人 没有所谓身心障碍者或是正常人之分 落实CRPD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 所宣扬的公平参与机会平等权益保障 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也很温馨 还有我们伊甸的连结 那这个舞会我觉得很棒 那郁兴也投入了 郁兴跟会中也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在筹备 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很好很开心 小爱爸爸也谢谢大家 今天共同的来参与这个舞会 我自己难得可以这样打扮 而且蛮开心的 下次应该叫我的女儿小爱 一起过来跟大家一起玩 好那我就祝今天的活动 圆满顺利成功谢谢 而在舞会开始之前 也先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昕 以及副处长盛会中 颁奖给在各行各业 表现优异的身心障碍朋友 照顾者以及社会处社工等人员 也获得市议员何淑萍 连恩典张耿辉郭美秀 吕美玲和张浩瀚 以及前议员王昕之等 跨党派议员亲自参与这项盛会 合影留念共襄盛举 一起热舞摇摆 中期的来到我们了 跟大家说我们身心障碍 最重要我们的能力是什么 我们最核心的专业是什么 就是障碍本身 我们每一个团体对于障碍 都有深刻的体会跟理解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的障碍 都是成为社会进步 最重要的资产和力量 因此我们在这里一起同乐 然后也把我们的障碍 我们的需要表达出来 让整个社会可以更加的进步 这是我们今天共融共聚在一起 很重要的一个价值 但也祝福大家在身心障碍者日玩得愉快 精心享受今天的音乐 美食还有好朋友美好的时光 祝大家能够忘掉一切的怀懒 忘掉一切的部分一块 然后在这里把这个派对尽情地表达出来 你的热情 随后市长谢国良专程赶回来 更带动另外一波高潮 不仅和身心障碍朋友们热舞摇摆 也受到热情欢迎 被要求合照 整场声帐派对充满热情 青春更洋溢身心障碍朋友 和照顾者们的欢笑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